张化县政府为推动母语教育 保护在地母语文化资产 5日在台语文创议园区举办台语文创议园区周年庆活动 活动结合亲子闯关 传统民俗技艺 本土美食共襄盛举 体验张化在地风采 我们来说台语 就是拜托大家在家里 在外面都没关系 大家总要吃饭 吃饭的时候 今天说台语最没吃饭的时候 说台语这样好吗 好 最做得到 还没了钱 还要够钱 还好奇 大家都要吃饭 在家里到家里 在外面到人家 也是说台语 如果我们客家 他就说客戭 我们住民就说我们住民意 所以大家做会来推动 张化县政府 推动我们母语教学 文化部有专案补助 我们经费 我们委托 我们关怀文教基金会 来经营管理 共同来推动台湾语文教育 目前有成立很多的馆 包括义文馆 文化馆 亲子馆 还有我们这个戏曲馆 那多功能馆 那我们双管旗下 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 我们在我们推广 和这个我们这个传承 张化县成立全台首座 台语文创意园区 位于八卦山成功营区内 并委托财团法人 关怀文教基金会经营管理 感谢周清玉董事长 致力推广台语文化 以及对台语文化的贡献 我们台湾本来就是一个 移民的社会 或是一个 高原文化的国家 我们的祖先 在不一样的时尊 来到这个土地 禄地 来成功 所以说 每一个族 全国都带来不一样的文化 和商法 所以我们这个土地 的文化 越来越豐富 越来越丸热 所以说 我们对每一个全国 每一个议言 都要好好地来補充 和发展 台语文创园区 开放展馆为 多功能馆 艺文馆 亲子馆 音乐馆 戏曲馆 及文化馆 周年庆活动 包含 亲职闯关 展馆参观体验等 透过各项活动过程 让参与民众 体验本土语言的魅力 进而了解本土文化传承的精神 公益频道赖青龙 彰化采访报导 你把碟植里迟讯 奇瑟 黄